你算是这篇就是在writing上 或者是在那个算写的还蛮完整的 拿着论文与指导老师热切讨论交流 实行大学传播管理学系硕专班 毕业生陈于安不负众望 以自身工作专业发想论文题目 IP经济下台湾演唱会商业模式之实物研究 以杨成林《青春注了谁》演唱会为例 荣获109年度文化部奖励文化艺术政策 博硕士论文奖及新台币5万元 我的公司它本来就是在做演唱会的相关 当时候也正在进行的演唱会 就是杨成林的演唱会 那我就想说是不是就跟老师讨论 那老师也很支持 就觉得说我应该把我的实物工作 就是把它做一个整合 然后写出来 比较扎实 因为余安他其实是过去当经纪人 然后之前其实都在唱片公司做企划宣传 那后来被太阳娱乐等于是说挖角过去 那所以基本上做这个题目的题材 主要都是他自己擅长的 所以我们那时候觉得用技术报告的方式来做 其实对他来讲 或者是对这个论文的贡献度来讲是最好的 陈余安在娱乐圈拥有超过30年丰富资历 因此论文题目选择自己擅长题材 将上指导老师林富美的专业建议让他一举打败众多佼佼者脱颖而出 让指导老师也予有荣烟 而他也相当感念实行传管所的栽培 寿专班所学对他帮助良多 班上同学及老师更建立深厚感情 即使毕业后大家仍密切联络 并且以事兴为荣 除了传管系 公共关系及广告学系也传出捷报 寿专班毕业生吴真玉的研究论文 商品文创化经营模式与建构 传产陶瓷业之转型同样获得文化不肯定 当时是没有想到要自己要做本行 因为那时候想的是说 可能做本行会做的研究会遇到很多同业的 可能会觉得说这样是spy啊 然后可能不愿意分享 可是就是遇到一个对的老师 然后他只引到一个对的方向 发现说这个方向可以做 然后又可以帮助我的工作 对然后就这样去发展下去 论文题目同样以自身专业出发 加上指导老师的精辟提点 让吴真玉的论文内容更有深度 也多了说服力 两位优秀校友运用世新硕专番所学 后执文化政策知识基础 完整落实世新大学 理论与实物结合的办学特色 成功替母校争光